各位好,我是陈一佳 今天和大家一起聚焦苹果 Steve Jobs的形象和苹果公司是紧紧连在一起 特别是1997年之后 Steve Jobs重回了苹果公司 使得整个公司又受到了提振 推出了像iPhone、iPad这样新兴的产品 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 而Steve Jobs要宣布离开苹果公司 辞去CEO一职 这样一个消息公布之后 大家的疑问是 苹果果到下一步又会是如何呢 所以今天来一起看一看 他的下一任接班人 新的首席执行官库克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库克生于1960年11月1日 在阿华巴马州 他的爸爸是一个船屋的普通工人 他的妈妈是一个家庭妇女 所以也算是一个平常人家处的俊杰 在1982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主修的是工业的工程学 之后在88年从Duke大学 所以是在生产技术方面 以及商业方面都还蛮有知识的 在进入苹果公司之前 他是在IBM任职 在1998年的时候 被Steve Jobs召进了苹果公司 当时是担任国际运营部的一个副总裁 在担任苹果公司新的CEO之前 他是担任苹果公司的CEO 也就是首席的运营官 主管苹果公司每天日常的事物 特别是在销售以及制造链方面的各个环节 在Steve Jobs 2004年去治疗疑腺癌 以及2009年进行肝脏移植 和今年早前1月份宣布的三次离开的时间 库克都是临时的担任了 这样一个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所以也是渐渐的让大家觉得 他也融入到了苹果的企业文化当中 那库克优于在于怎么样处理 和供销商的关系 以及去完善整个苹果 在制造以及销售当中各个环节的优化 所以对于苹果公司 在整个的全球销售当中 它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但是它在创新方面 似乎还没有体现出它的优势所在 而苹果公司一直能够引领整个行业 主要也是因为不断地推出新的产品 所以现在市场对于它在运营方面的能力 是非常有信心 但是是不是能像Steve Jobs一样 让苹果公司再次拿出 让市场惊喜的产品 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下一个苹果公司的新产品 到底会如何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以上就是最新关于苹果公司 新一任首席执行官的一些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怡佳 我们会进一步地跟踪这个信息